我想每一位候選人都有很好的證件 每一位都很優秀 我想我们还有一场 我们工总 商总 共产协计会 还有其他的我们九大工会 我们是提供这个平台 让商会候选人能够有机会 面对工商业来发表他的证件 我想我们仔细聆听 最后还是让我们全国的选民 大家投票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公民课讲到 要选贤语能 让全国老百姓来决定 看哪一位最优 那你怎么看我们定义 你现在出来竞选副总统 你有帮他加油吗 或是你有没有跟他聊过这件事情 老实讲 我也是那天早上看到电子新闻才知道这个事情 我也是很惊讶 不过后来想一想 这个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我想如果年轻人 有这个热情 有这个热情想出来 出来服务社会 我想这也不是坏事情 只是选举这事情是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看来是也会蛮辛苦的 不过我想还是可以 不管结局怎么样 结论怎么样 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 因为理事长 你刚才